泰立台风逐渐靠近北台湾地区 新北市长朱立伦13号上午前往沿海瑞芳深澳渔港 视察防台准备工作 泰立台风路径逐渐北移 气象局不会发布陆上警报 不过市长朱立伦也表示 新北市还在海上警报警戒范围 各单位都应该要提高警觉 泰立台风确定不会登陆台湾 但是东北角一带还是得防范外围环流 所可能带来的好大雨 对此今天新北市长朱立伦 就率队到深澳渔港 了解渔港防台展备工作 以及目前的书军工程进度 那施工人商务呢 主要是刚刚讲的三处的书军 然后另外的话 也在我们本内地这边 那就是这个港口墙设施跟货面 那整个工程的经费是1581万 但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但是还是有海上警报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渔港的安全 以及作业船只都希望能够回港来 而且对于大陆渔工或者是外籍渔工都能够安置好 朱立伦表示 已经指示渔业处等相关单位 做好渔港防台工作 加强劝导作业船只回港停靠 安置大陆及外籍鞠躬 虽然台风不会登陆 但还是得做好准备工作 切勿调以轻心 那同时我们今天也看我们这个渔港的 过去的清淤工程跟回填工程 希望能够作业非常的顺利 未来能够给提供所有的市民更好的服务 因应泰利台风海上警报 外围环流可能对瑞芳带来的影响 市长朱立伦率领市府团队 前来深澳渔港 了解在建工程防台整备 渔船回港避风细缆 外籍渔工安置 要求紧销加强海岸线巡逻 针对钓客劝离保障民众安全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